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N边形的内角合定理跟外角合定理的这个题目 好,在还没有开始进行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 N边形的内角合因为把它切成三角形了 可以切成N-2个 那每一个三角形的度数是180度 所以N边形的内角合它的度数会是N-2乘以180度 那么N边形的外角合呢 因为不管它是几边形它的外角度数刚好都是绕一圈 所以不管是几边形它的外角合度数永远都是360 这是外角合定理 好,那我们有这个基础知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它说请计算出12边形的内角合和内角合度数和外角合度数 首先我们先来求内角合的度数 内角合的度数它会等于N-2乘以180度 那因为它是12边形嘛 所以这个N就会等于12 所以就变成12-2乘以180度 那12-2乘以180度 所以就等于10乘以180度 所以它的内角合会等于1800度 这是内角合 12边形的内角合 那外角合呢 任何边形的这个外角合度数啊 因为刚好都等于一圈 所以不用算外角合的度数永远都是360度 那这样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 这个N-2乘以180度 因为它可以切成N-2个三角形 那外角合是不用算 因为不管它是几边形 永远刚好外角合刚好是绕一圈 那一圈是360度嘛 所以它N-2的外角合永远都是360度 那这样我们这一题就完成了